总统蔡英文首度出访南太平洋友邦 定名为寻亲之旅 其实南太平洋对于历经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人来说 也曾是个伤心地 因为当时有超过8万人被征调到中国大陆南洋充当军夫 战死的遗体搬不回来 幸存的同袍会把尸身虎化留下一根手骨 削肉之后背在身上带回家 现在台南新竹还留着军夫庙就曾发生 同袍剪下死者的指甲和头发 一路上喊着王者名字换回台湾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自己日本兵死了很多 人手不够 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他就脑筋动到台湾这边 叫台湾兵 西元1937年终于战争全面爆发 一路扩大到东南亚国家 日本从台湾调兵多达20万人当军夫 但能回来的却了了不数 他们死了以后真的更可怜 因为人家说月落归根 人死要回还乡 但是在战争期间 打仗都来不及了 何况还大费周章的运尸回台湾 没想到在台湾兵之间 竟因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代湿方式 大体它是用火烤 烤过以后才不会有那个味道 然后把皮肉就削掉 削掉以后骨头 那骨头你不可能整架 人体的骨头那么大带回来 那怎么办 就把手切下来 切下来 那等于手臂一根手骨 一根手骨插在那个背包里面 然后帮他带回香机见亲人 即使只是一根焦黑的手骨 对家属来说 却已经是最大的抚慰 因为有人连一根手指头都找不到 曾经挚爱的亲人 在见面时却已经化成了灰 战争的无情 真实在台湾上演 这里是安平的十二军夫墓 前面有九个安平军夫 后面有三个 十二座日式风格的坟墓 这里是台湾第一座军夫坟墓群 上头可有日文记录死亡的地点 但文史工作者谢启文说 这里都是有碑 没有葬遗体的衣冠种 其中一座就是他的叔公谢天德 朔江而上 他们就经过九江 他们在山口 用那个山泡 山泡蹦蹦 那个路山顶 路山 山泡一直蹦蹦蹦 蹦蹦到山泡太暖 就会烧 说堂塞 谢天德在1937年9月被征召 那时还被骗说是北上基隆港去工作 谁知道一上船就被载到大陆上海 一路向西达到700公里外的庐山 长达数月天天被弹药扛炮火 碰的一生 他的叔公谢天德意外惨死 那年才28岁 人家就蹦蹦蹦起来 从背上天灯起来 咬下去 蹦到他的下体 就跪下体了 但当时正式吃紧 想要好好的埋葬 根本不可能 谢天德的同袍心想 总要带点什么回去给家属 因此替他剪下了指甲还有头发 没想到竟发生了难以解释的事情 一战死后 现在走到最后就叫了 早前 落前 过去叫 坐车 指甲的头发 灵魂都在走 谢天德的魂魄 真的跟着一物走吗 他的同袍依循商家礼仪 天天喊 一路喊到抵达台湾的高雄港 一路回到台湾后 纯到高雄 我们这公园就背回岸边 背回来 我们这公园太太我们真薄了 晚上就做梦了 也说他来现身 让他看他怎么死的情形 隔天一大早 沈伯叫起家中的所有人 描述前一晚的梦境 就在大火议论纷纷时 熟工的同袍也回到台湾 隔天那些军队 那些宜航回来的 岸边的同僚 就在说 说怎样子 怎样子 都同样 说都同样 不只说 说灵魂真的都在走 战死军夫的魂魄 真跨过海峡回到故乡吗 这个神奇事件至今 依然在谢家流传 而当年的头发 指甲 和其他的日本兵一起被攻击后 安入墓碑中 供后人祭拜 新竹北埔的这间寺庙 供奉着李登辉的哥哥 日本名 严李武则的李登青 还有上万名台湾兵 他们原本被供奉在 日本的晋国神社 二十多年前才分领到台湾供奉 就连排位的设计 都是日式风格 就连祭拜的大厅 也充满浓浓的日本风 妙方透露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 生前曾多次来祭拜 但或许是因为台湾 没有李登青的照片 2007年李登辉访日时 明知参拜靖国神社充满争议 也要一睹哥哥最后的面容 这样就好了 谢谢 来 满满 不 满满 你们希望这块老爸帥 放下前总统的身段 李登辉只是一位 思念亲人的普通人 六十多年前的中日战争 几万个家庭破碎 如今靠着斑驳的军夫墓 还一张张老照片 仿佛又看了这些 早逝的年轻生命 又活了一次